大中华区的首席财务执行长 那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也非常非常的成功 但是这是人生要的成功吗 真的有了钱就有家吗 为了爬到这么一个位置 他们俩夫妇也付出了非常非常惨痛的代价 也就是因为必须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他们在职场上打病了整20年以后 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Dominate本身她在新加坡上班 但是Yvonne为了巩固她的那个位置 她却在上海上班 而他们有一个女儿 一个这个女儿前妻是住在上海 后妻又回来新加坡 有了钱真的就有了家吗 其实你觉得当一对夫妇 一个人在新加坡 一个人在上海 女儿有时候必须要在新加坡 有时候必须要在上海 你觉得这个家有意义吗 你觉得这个家还是家吗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两地分开 他们越来越少的沟通 他们越来越不了解对方 越来越多的争吵 越来越多的不开心 越来越多的不能认可对方 越来越来越少的话 我想这都不是我们要的对吗 当他们在他们的职场上很成功的时候呢 这切是他们得到的那种 这种所谓的成功背后的代价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是当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Dominate 跟Yvonne的那种位置去想的时候 我跟你说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两夫妇 一个人在中国 一个人在新加坡 我有一次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上海 我拜访了Yvonne Yvonne招呼我 跟我太太 我反我们两个人 我记得有一次她招呼了我们以后 然后我们说再见以后 然后我们全部她转身离弃的时候 我看着Yvonne的背影 我觉得Yvonne很孤单 但是在四五年前 Dominate在一个基因小和下 也来到卢星 也来到邪美 那他们非常非常的认真 非常非常的努力 非常非常的打拼 他们非常非常的渴望成功 也就是这些年 他们终于也打造出一个团队 那这个时候 他们两夫妇 Yvonne也持续了她上海的工作 而开始回来 这些日子以来 已经回来 那和Dominate一起打拼 如新这么一个生意 这个时候的他们 他们开始 已经不再像以前这样子 这个时候他们 他们出门同车 回家同路 这才是家对不对 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其实他们的家完整了 太太回来了 家完整了 家美满了 而给 也给了他们的孩子 一个真正的家 一个真正 一对夫妻 应该得到的结果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欢迎领袖 Dominate Danton Evonne 让他们向大家对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在座各位